今天是1月27日星期三 亦是1月期止的转创高峰日 市场是比较反复 事实上来说 今天的市况有一点大家要留意 指数虽然先高165点到29,556 其后更加升到29,636 但没有法治再退进 动力不计 加上零税的沽盘再出来 令大市曾经今早低见29,194 即是技术上跌出10天的平均移动线 10天线已经升到29,385点 需要留意的就是 如果一旦跌穿10天线 不是代表大市会大跌 但最低限度代表 由上月22日的低位 25,998点开始的一个小升浪 暂时到今个月的高位 30,191点已经受到规限止步 四个星期升了4,193点 如果调整三分之一 技术上还有一个幅度反复 大家要留意 四个星期升了这么多 跌回10天到两个星期 也很正常 即是现在任何短炒行动 大家保守少许 不要太急 不要太用 如果整个升浪 由9月20 5月23,124 升至30,191点 整个浪四个月内更加升了7,067点 这一分钟是否稀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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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稀 接下来 今天过来 太了 十五五七 太了 太了